那接下來我們再去做這個數量 那這數量的選擇 我們稍微再請你注意一下 當我現在選到這個數量的上面一點點點下去 它所指的是什麼範圍 它所指的是G2到G2449 你看我拉到最下面 有沒有看到 只到這邊 那如果你現在選到的是 這一個G這一個G欄點下去 它當然就包含整個那些沒有資料的都被選取起來了 所以當你在做資料計算的時候呢 效率是不是也很重要 不要多選那些無關的格子 計算100萬次跟計算2449次 你覺得哪一個速度會比較快 當然是2449這個 好來點選 等一下要先做常用底下的格式化為表格 把表格定義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資料底下的資料分析 敘述統計 確定 這個時候我們要針對數量的內容來去做統計 好所以呢 輸入範圍請選擇這個數量稍微上面一點點點點下去 你看是不是G2到G2449 再接下來因為我有沒有選到這個數量 沒有所以不用打勾 類別軸的標記不用打勾 接下來輸出的地方是不是新的工作表 它就不會放在自己這張工作表裡了 然後請勾摘要統計 摘要統計很重要 好確定 它就幫我們算什麼呢 它就幫我們算 這些數值裡面 就是讓我們先大致上了解 了解什麼 請問最小值是不是1 合理吧 你賣東西給別人至少數量是不是1 最大值是不是100 還有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有重數 重數 好 也就是說 最頻繁出現的次數是81 像例如說精彩539好了是不是39個號碼 1到39這39個號碼選5個號碼 你在買這個精彩539的時候你會不會想要知道重數是多少 當然會啊 假設2號是最頻繁出現的你是不是一定要選2號 因為它的中獎機率是高的啊 你再搭配另外一個數字 例如說這個時候我就會想2號如果出現會不會連帶哪一個數字也經常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頻率 那你是不是中獎的機會就直接大幅的提升很多了 因為只要兩個數字是不是就回本50塊了 理解我說的意思喔 好 所以麻煩你們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可以從敘述統計更加的理解你手上拿到的資料 可以嗎 敘述統計真的就是在幫你做這件事 好 所以有兩件事請你一定要做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要先定義表格 記住一定要先定義格式化為表格 第二件事就是去做資料分析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敘述統計 好 請你們現在動手完成這兩件事